他过生日了 然后我们俩约好了 要去KTV一起玩 然后当时他排练我 排练我完了 然后我说你先去 我就想拿着蛋糕 拿着生日礼物 过去之后给他一个惊喜 那多好是不是 结果他先去了 等我到KTV的时候 我一推开门 我看见他跟他就是男伴 在那一起嘻嘻哈哈地 在那唱歌玩 你知道我这啥心情吗 主持人根本就不是这样的 当时我们俩正在排练 他不是在忙吗 排练完之后他就跟我说 帮你亲身吧 那我也不好意思拒绝人家 我就说那就跟我们一块去吧 我正好KTV也订好了 这有啥不好意思拒绝的 我跟我男朋友 想单独过个生日嘛 对是啊 就是啊 我当时也没想那么多呀 本来我们两个人 就好了过生日 结果我们就三个人过生日了 就很让人心里很不爽 你知道吗 是是是 更期的是他的男伴 然后给他送了一件 他特别喜欢的礼物 送的啥 就是一个华丽的演出服 那哪是华丽啊 就他演出服就特别露 就又露肩又露背 又露腿的那种 不是他们跳拉丁的 不都穿的那样吗 拉丁的衣服不就那样吗 但是你哥一个平常同学 你为什么要送他这衣服啊 朋友这件送礼物 我没什么觉得不对的呀 你那次在银新网会上 看他在台上跳舞 穿的什么衣服跳的呀 也是穿的那样 喜欢哪个呀 喜欢他送的 喜欢他送的 完了吗 但他自个儿也说 那衣服挺好的 行行行行 下次你也送一套 现在为什么事吵 这些事不都过去了吗 他难不耽这些事 让我就很有心结了 已经知道了 很有心结 我就不想让他跳舞了 他在学校里跳舞 我感觉就是你舞蹈专业的 然后你跳舞 你毕了业就完事了吗 就以后也别 从事这样工作了 为啥不 因为我看不得 他跟别的男人 在一块儿跳舞了 你知道吗 他这种拉丁舞 还要跟别的男人 一块儿跳 就是心里很不少 你懂吗 主持人 就是一个男朋友 那种心情 哪种心情 哪种心情 就每个男人 都是自私的嘛 就我很不愿意 就把他的舞蹈 跟别人分享那种 我明白了 就是你希望他这个 大学毕业以后就改行 是吧 对 姑娘毕业以后 有什么打算 我想听听你的打算 我想去北京 深造一下自己 我觉得我现在 能力还不够 主持人 他说他要去北京 就这个事 闹得就跟我妈妈嘛 就起了 都已经起了 好大的矛盾了 怎么还有你妈的矛盾呢 就是因为 我毕了业之后 要找一些 对口的专业嘛 然后我妈已经在老家 给我找了一个 好的就是工作 然后让我去试试 结果她一开始嘛 想说在张家口 她不想离开家 想在张家口工作 就我就跟我妈说 我说我也要在张家口陪她 我从小就 啥事都特别听我妈的 你知道吗 就因为这件事 我跟我妈就吵了好几次了 我妈非让我回家 但是我 你家是哪儿的 苍州的 结果就我跟我妈 那边都已经闹得特别僵了 结果她又 突然就改变主意 说又要去北京了 还是因为要去跳舞 去北京 大事什么多复杂呀 但是我就是想 去那儿学习一下 但我不在你身边 没人看着你 我放心吗 怕他跑了 是不是意思啊 优秀的男孩肯定是多的事 这个我知道 你没自信了就 他那份心意能理解吗 能理解 但是你自己想发展那个心意 其实也有 对吧 对 就好像那次对他来说 很重要的科研报告报会 你不能去 他不能理解你 你不能理解他是一个意思 现在就两难是吧 嗯 愿意为他放弃吗 我还是想坚持我的 还是坚持你的 那就陪他去北京吧 小子 但我又不想 因为这个就跟我妈出尔反尔嘛 他去北京还是因为跳舞嘛 对啊 我不喜欢他跳舞嘛 本来就 不是你不喜欢他跳舞 不是人家跳舞 你把人看上的吗 可是当时立场不一样 我是个 现在是他男朋友嘛 明白了 所以其实现在是个两难的选择 不让人跳吧 人家要跟你分手 让跳了吧 自己就觉得hold不住 这可咋办 各位老师一起进入西洋美容APP 丘比特问卷 小李啊 你毕业以后不要搞科研了 你们科研 经常一个项目组啊 做一个项目要很久 男生女生要在一起啊 研究这件事情 一天待二十几个小时呢 我知道的 你不要搞了 好不好 但 他这个专业我确实 就因为我妈 就是对跳舞的女孩 也是有一点偏见嘛 因为 你妈娶她还是你娶她 你妈有偏见 你又不喜欢跳舞的女孩 你招她干嘛 我不是不喜欢跳舞的女孩 只是 那她现在就是要去跳舞啊 你不要回避这个问题 你可不可以去 不搞科研了毕业以后 不可以 因为那是你的专业 你热爱她 就像对于她而言也是一样的 舞蹈 舞台 一样融入到她的血液当中啊 那也是她的热爱 可能在遇到你之前 舞蹈本身就是排在第一位的 你能让一个人 把排在第一位 生命当中的事情抛弃掉吗 你就文心自问 如果你不能够放弃科研这件事情 你就没有立场 去要求她放弃舞蹈 再来说女孩 她在你生命当中 也没什么重要的 其实 我举个例子好了 大家都认识 张杰和谢娜 张杰十年的演唱会 谢娜每一场都到 因为那是记录她生命当中 很重要的舞台和时刻 你的男朋友也一样 那个科研项目 是她和她的项目组 可能几年的结晶 她希望她生命中 最重要的人去一起见证 但是你却因为要排练而不去 排练可以请假啊 所以她也并不是很重要 那说回到谢娜 她一直在舞台上 主持节目给大家啊 她男朋友 她老公也没有让她 放弃属于她的舞台和生活 这是什么 这是认同 你们彼此并不认同对方 你不认同她的专业 不认同她未来的生活 你也不认同她 你们没有认同 没有欣赏 没有包容 更没有理解 所以现在是在争论 该不该去北京发展的问题吗 是你们到底从心底里 认不认这个人的问题 如果你认她 那她的一切都是我的爱 她要做的事情 就是我要做的 她的荣耀就是我的光芒 所以对于年轻的你们来说 谈到爱情 暂时还谈不到那么多 谈不到那么长 谈不到永远 就谈珍惜吧 珍惜彼此间的曾经和现在 祝你们幸福 谢谢 好 谢谢总言老师